有一个现在当红的明星 忍痛推掉500万 为了要回家过年 那个是谁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支持锁定 ETV 我是任道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光良 相信大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吧 光良在这次的新年呢 忍痛推掉了500万 不做 为了要回家跟妈妈过年 真的哦 500万哦 因为就这次的新年嘛 然后光良就在Canada那边 借到了两场秀 然后只到500万哦 不过他就跟妈妈讨论了 不过觉得 不要借吧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跟妈妈过年了 再加上今年呢 他有一个六岁的子儿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哦 因为他这个子儿呢 一直在New Zealand住 然后他觉得 他这次一定要回来 见一下这个子儿 到了以把过后 光良呢 也在那当地 开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啦 然后他妈妈也有说 以光良为荣为傲啊 他们一家人 依然很开心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光良 或者是其他明星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